在這一節回來,我們就要看一看健康方面的問題 特別大家關注著,最近侵入性較強和致病率較高的月形鏈球菌 個案都多了,也都近期轉出匯藥 請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 就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的聯席主席曾祺一醫生跟我們聊聊 早安,曾醫生 早安,曾醫生 其實看回月形鏈球菌ST-283個案,最近都轉出匯藥和增加了 原因是怎樣?在這一段時間,是不是他們發病的一個比較高峰期呢? 我想其實ST-283,就是月形鏈球菌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我們都的確見到在下季 就是特別有一些人類感染的個案 我想最主要有三大點可以解釋得到 第一點就是有機會是基因變異 這個ST-283在月形鏈球菌當中 它這個品種令到它那個致病性傳染性特別高了 第二個原因,我想最主要就是環境因素 大家都知道氣候變化,全球暖化,海水溫度上升 也會造就一些有利的條件, 比相關的細菌得以繁殖和增心 所以變成了無論是海水、湖泊或者一些養殖場 都有機會出現相關的品種 另外第三點當然就是我們的飲食習慣 如果譬如我們喜歡去吃一些魚 而那些魚又是淡水魚 又希望不是煮得那麼熟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喜歡灑兩灑,然後就吃 這樣的時候,的確它有機會 就是未能夠殺死相關的細菌 這幾方面集合起來的時候 就造成了我們發覺有這個現象多了 不只是香港,其實我們看回東南亞國家 譬如新加坡、泰國、魯窩、越南、馬來西亞 其實都有見到這些情況 所以變相我們覺得同一個環境的因素 全球暖化、氣候上升、海水溫度上升 造就了這些細菌之生 市民方面怎樣可以防範呢? 特別我們從在街市的層面 一路去到家庭的層面 又怎樣去防範呢? 我想先講街市 譬如家庭主婦要去買菜的時候 盡量不要近距離逃手觸碰一些海鮮 甚至乎你用水養著它的魚 你都不要碰下去去觸碰 可能是軟冠 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本身搜捕 你是有一些傷口 最緊要消毒好和包紮好 第三就是我們烹調煮食的時候 一定要煮熟相關的海鮮 因為如果你未能煮熟 無論是一些一路一亂 或者是免疫不足的人士 甚至乎健康人士 其實都有機會感染得到 所以變相在這幾方面 我自己覺得是需要加強留意 另外就是從事一些海鮮的從業員 無論是販賣或者是做運輸 其實最緊要就是當你工作的時候 要戴上有質素的手套 避免這些海鮮刺傷到你 還有自己有傷口的時候 都要盡量包紮好 調查都發現有19宗的個案 都曾經到訪過街市淡水魚檔 也都接觸過淡水魚 其實14個地方都分佈在各區的街市 其實你看回目前的情況 要不要加強抽查方面有關的安全情況 我相信是需要的 因為現在暫時沒有一個區域性的特質 看得到在哪一區出現特別多群組個案 我相信在批發市場 或者是販賣市場 零售市場 其實都要進行一些環境樣本分析 進行一些基因排序分析 希望可以找到相關一些原因或線索 如果都未能夠的話 其實可能需要在再上游的情況 尤其是貨源方面去找出究竟有沒有什麼原因 當然海鮮的樣本的抽查 和養殖腸的抽查 其實都需要多加留意 那特別是如果真的不小心整損或感染了 其實有什麼症狀市民可以特別 立即可以咬咬到可以留意到的呢 以及怎樣去應對 我想其實相關的病徵 其實的確不是很明顯的 因為它最說明侵入性的穴形眼球菌 通常它們一定會發燒 或者尖寒煎凍的感覺 但是問題是其餘未必會有很明顯的 傷風感冒的症狀等等 但是要明白就是它有什麼機會出現 什麼的併發症 或者它引申到有什麼器官的感染 常見的自然就是一些皮膚組織 軟組織的感染 造成一些風格性組織炎 第二樣東西就是它可以導致到關節的感染 可能出現一些化膿性關節炎 第三當然就是它可以導致到一些比較嚴重的疾病 例如中樞神經的感染 骨髓炎、脊椎炎和腦膜炎 心包膜炎等等這些都可以 當它真是進入到我們的血液裏面 自然它就會造成一些我們俗稱大血症等等 去到那一刻其實血液或者脈搏心跳 血壓甚至其實都會出現一些異樣 所以變相大家要留意這幾方面 其實在海外民憲這一類情況最差 是否會有死亡發生的比率是多少呢 其實如果你能及早診斷得到 而給予正確的抗生素和劑量 其實外國民憲講到死亡率可以高達三成至五成 在街市的從業園應該怎樣自保呢 在裝備上有什麼考慮的提升可以防範到 我想其實最可能就不要同手去處理日常 即是當反的事務 怎樣都戴上一些有質素的手套 我想自己如果真的發覺真的有傷口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運 會刺到的 真是給一些會發生素的 真是要小心處理 我想就要盡快求醫和看醫生 這方面無論從業園 以照家庭主婦 甚至可能一般市民都要多加留意這個情況 今天多謝了曾祺欣醫生 謝謝你